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茵茵 Hello 各位全國官方的大長 我是劉 儘管說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台灣的景氣還是有撐住的 那投資人該怎麼看呢 好的 那我們從最新的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確實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 是有在做一個提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物價指數 跟我們台灣的內需 感覺上這個溢柱進去之後 雖然美國還有呈現一個降息 但是台灣 因為之前美國在升的時候 我們沒有跟得升 所以這一次美國降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跟進 所以台灣連續13季的利率是維持不動 所以重貼限率還是維持在1.375% 那我們知道最近有很多輝玉返鄉 台商回流 再來是貿易戰 或者一些轉單的效益 政府的消費支出有持續增加 所以我們台灣的GDP 我們政府的預估從今年的2.06% 那往上調升到2.4% 代表台灣的經濟是有逐漸的 呈現一個回穩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看到各國的央行都在呈現一個降息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央行 這個9月18號宣布降息一碼 那9月19號 其他國家馬上就跟進了 像印尼9月19號 他就也跟進宣布降息一碼 而且他是今年以來第三次宣布降息 所以代表說各國都是呈現一個大吹 這個降息風 對 那相反的我們沒有降息 那代表說我們利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熱錢就會湧入到我們台灣來 所以你看到最近3個月的這個美元 對台幣的走勢度 很明顯的就看到往下走 這個是台幣升值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看一下業部分 所以台幣升值 當然跟台商的資金匯化 也是有一些關係的 所以我們看到台商持續不斷的返向 那9月19號 這個經濟部又再度通過6家公司 來回台投資 那回台投資 但除了買廠房買設備 那有土地以外 也會增加就業機會 所以從年初至今累計 已經總額已經逼近6000億台幣 就是貴於返向的金額 那再來是這個上市上櫃公司加速 還有包含一些沒有上市的 總共已經高達140家了 那9月19號通過的 包含像這個長華科 這有名的上市公司 富盛精密 技嘉 全漢 趙輝 還有這個恆星一彩 好 那我們看下一部分 好 那我們看這個惠玉 其實惠玉 它有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信品機構 它調降2019年 就是全球的一個經濟展望 也就是說它看不壞 因為貿易戰的影響 所以它對於全球的經濟 是往下調的 可是它竟然對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往上調 調升到2.2 雖然說它看的這個數字2.2 比我們台灣的經濟部看的2.4 是來的第一些些 不過它能夠逆勢調升 代表說這個是有公信力的國際機構 不是只有我們政府自己往上調升 而是國外的信品機構 它有往上做一個調升 而且它直接點名說 亞洲唯一受惠貿易戰經濟體就是台灣了 對 我們台灣的主權平等是AA- 其實這個也算是相當不錯的一個主權平等 而且展望是很穩定的 好 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所以新一段台北股市怎麼觀察 其實我們從質量圖很清楚看到 其實台北股市是這一段期間 從9月以來金金漲 可是你看到外資的現貨買賣 連續11天到昨天為止是第11天的買超 累積金額已經高達863億 雖然昨天買超幅度變小 因為也算拉高之後 昨天就買超幅度變小 但是我們看到賞戶的部分 融資的使用率 8月26號到昨天為止 其實融資只增加15億 代表說 嘎空手賞戶手上沒有貨 好 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至於這邊 其實我們從外資的期貨部分 其實外資的期貨部分 開始保持在4.5萬口進多單 那這個地方 因為已經逼近前波高點 行情會開始有些震盪 所以外資的期貨進多單 有稍稍的減少 減少大概差不多4.7萬口 那我們看到散戶 散戶是沿路指數越漲 可是我們看到這散戶的空單 是沿路的增加 那代表說這個盤 真的就是呈現一個 就是嘎空手 那散戶手上沒貨 那也嘎空單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所以重點是我們在觀察台北股市 現階段到底還要再買什麼樣股票 其實主流都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在這些股票上面 重點是這些產業 它是跟明年2020的5G相關 在商業運轉會有用到的一些產業 譬如像這個記憶體 譬如說像這個望虹 南亞克的部分 譬如像PCB 華通 然後耀華 信心 景碩 南電 ABF的基板 就產的蠻窄 那甚至於像這個落後股長的嘉蓮液 漢瑜伯等等的 IC設計最近也開始慢慢轉強 譬如說像這個資源 市新是一直非常非常強勁 那創意的部分 瑞玉的部分也重新受到 這個外資法人的一個青睞 那最主要呢 包含像這個 未來5G會用到很多的深化獎 那未來應用很廣 譬如說像宏捷殼 譬如說像全新 像文貌部分 都相當值得投資朋友追一個留意 是 感謝利友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盤中即時消息 以懸固策略 記得加入利友 股民當家的賴群組 專家搜尋小老鼠 HCD536J 或是用手機掃瓏 QL Code就可以加入囉 那財經支持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